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照照 今天有五十多個泛暴派議員被捕 我們一群正常人當然很開心 但這群沒有思考能力的邪教徒又怎樣想呢? 我們要去探討這群單細胞心物的思想 我們就嘗試深入苦悅去連登看一看 另外, 日前有一個反白眼淚 因為不戴口罩在巴士上跟司機吵架 他這個無理取鬧的片段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經見過了 但我們發現原來他不戴口罩是有前科的 我們今天就有片給大家看 他之前怎樣不戴口罩罵人 原來他有些不為人知的背景 我們等一下就會披露一下到底他受了什麼影響 導致他今天會有這麼瘋癲的行為呢? 在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留言告訴我你對這條影片有什麼看法 最重要是要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令更多人聽到正常人的聲音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講這個反白眼淚的故事了 原來這個反白眼淚呢 在兩個月前, 就是11月份的時候 他已經大罵過白老妹戲院的 我們先看這條影片吧 我請問你是不是執法人員 我不是執法人員 你剛才這樣說多次 什麼公司法律是大過法例 我抱歉,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來討論 你剛才確認了 你說公司法律是大過法例的嗎? 我們是under法例 麻煩你解釋一下法例是怎麼說的 對不起, 法例我真的不太清楚 法例又不清楚 那你又叫我按我們的公司法律? 所以我就跟回我們公司法律 那你不清楚法例又怎樣跟回公司法律? 你有沒有邏輯嗎? 我不想要 你有沒有邏輯嗎? 你們讀書有沒有邏輯? 你理解的能力都有限 我拿個電話給我 我真的處理不了 那沒辦法了 你處理不了 他又真的處理不了 你又不了解什麼是法例? 那我唯有請 那唯有什麼? 報警是嗎? 最後都是報警 我不是的 那你是不是執法人員 我不是執法人員 小姐 我們現在不是戴不戴口罩了 因為你已經 如果你真的 嘗不到氣 我們唯有退票 那麻煩你退票 麻煩你退票 麻煩 是啊,只是想退票而已 麻煩你 喂, 真的麻煩你 嘩 嘩, 很瘋狂 一看就知道 剛才那條影片 其實他就扔了到自己的Facebook上面 然後他還說 那張票本身是免費的 現在不戴口罩還可以退回90元 誰說我生意失敗 你可以做到秒生90元嗎? 嘩 就是好像很聰明 還覺得自己很聰明 是啊 首先我覺得 本身你自己的臉皮這麼厚 其實這些是值得 光榮的事 其實這麼醜的事 你應該不敢說 他還炫耀 把自己這麼醜的東西放進去 還以為很威風 是啊 其實為什麼這些價值般會扭曲成這樣 以及本身戴口罩這件事 其實都已經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到現在你還不明白嗎?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功德深的問題 但很明顯他沒有 他還覺得自己很威風 騙了人的90元的票 是啊 所以他的價值觀是扭曲了 這個人 那為什麼這女兒會這麼瘋 我們就找回他的資料 原來 原來他是一些陳宏的送徒 陳宏在我們藍營裏面 他還未必是真的太聰明 但是在黃色那邊的陣營來說 他也有一定的地位 聰明夠瘋 你越瘋越喜歡 他陳宏的存在 其實是完全打破了我對人類的認知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向都覺得硬膠是大多數的 大部分人都沒有那麼有智慧 這個很正常 但是我沒有想過 弱智也是可以佔他一個席位 因為陳宏說的話 基本上你會覺得 這個完全是一個瘋子 是一個笑話 正如我剛剛看上一條直播片 就好像戴耀廷一樣 他科幻小說上身 幻想了十樣未來的事 但沒有一樣是發生的 大家知不知道 陳宏那邊的人 他們反對戴口罩 他們持有的立場和觀點是什麼 我們就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的立場和觀點就是 他們覺得戴口罩是政府 控制人民思想的一個工具 最終要令人民完全聽完 這個真是神經病的想法 你現在全世界都是這樣做的 大哥 只是香港這樣做嗎 還有你說如果沒有病 政府叫你戴口罩 就會控制你的思想 現在是因為有病才叫你戴 他們完全沒有邏輯 如果戴口罩也能控制你的思想 不如你還是不要做人算拔 對吧 然後還有就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女兒 她是陳雲的送徒 但陳雲還有一些很奇怪的 她那邊這個陣營是有少許不同的 她是黃色陣營那邊 都是反對中央不喜歡中央政府 但是比較瘋 他們裡面的陣營還有一個很出名的 可能大家會有聽過的 就叫做中出陽子 全部奇妮乖都是陳雲的弟子 是的 中出陽子和這女兒也有少許相似 她的樣子也有少許相似 不過中出陽子是男人來的 就是假裝女人 這女兒真的是女人來的 但是很像男人的樣子 她完全沒有女性特徵 你根本不覺得她像女人來的 但是這女兒其實她以前是很正常的 但是自從中了陳雲的邪毒 或者黃色陣營那邊的邪毒 入了邪教 入了邪教 整個人好像精神失常 連思想也有問題 她還未入邪教之前 在十年前她還參加過歌唱比賽 是的 十八區歌唱比賽 我們現在就看看她還未入邪教之前的樣子 嘩 都算正正常常 眼耳口鼻又齊了 還有精神狀態我覺得是良好的 你不會覺得她是一個神經病的 但是在巴拉斯影片裡 你根本覺得那女兒是神經病的 是啊 真是人神共憤的體驗 她是難得一個是黃藍都說她的人 這女兒真是令黃藍重複了 但是黃色陣營那邊都不是重複了 因為黃色陣營那邊是有陳雲的送圖 陳雲的送圖那邊是很支持她的 都仍然很支持她 也都包括了部分的熱狗 鄭錦滿那班 其實都仍然是非常支持她的 但是黃色陣營除了熱狗那一派之外 其實都插得她很重要 是啊 難得一個人可以令黃藍團結 即是沒有一個人能及的 是啊 所以其實如果多一些這些人都說 都可以的 我們可能香港會重複 其實她可能可以選過諾貝爾和平獎 要多幾個 令香港變和平 一個 或者她在Facebook那裏說會多做幾場表演 希望她會多做幾場表演 是啊 她真的可以令香港黃藍變和平 是啊 所以變成 你看回我們剛才看的那條片段 你看到這個正正常常 但是 原來我們發現 真的站硬 還黃毒 衰硬 真的 但是最經典的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條片段 她是罵司機 你這麼醜 所以你不要上街了 就是 我覺得這個問題 就來了 就出現了 就是你自己都這樣 但是你罵司機 說別人這樣 雖然不要上街 你有沒有想過自身的問題 其實你是不是應該解決一下你自身的問題 不過其實司機 都是他們同路人 因為司機 都是說新冠肺炎 叫做武肺 還有一件事是鮮為人知的 在這條片裏 這個女人說武肺 即是武漢肺炎 原來 這個女人 她自己在大陸下來 是啊 我們找回一支 原來她以前在內地生活 然後大概十幾年前 就來了香港 即是在內地生活了十幾年 其實都 是啊 即是大過才來 不是人家小過才來 但是樣子都是正正常常 是啊 即是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就是香港人 不會經常說 真香港人 不是啦 其實 為什麼經常都要分香港人 內地人 那些 其實上海人可以說自己是上海人 但是她不會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那香港人 你也可以說自己是香港人 但是你也不需要刻意去否認自己的民族 其實剛才我們看的歌唱片段 就是她剛剛在大陸下來的歌唱片段 可以看到她在內地下來的時候 都是一個正常人 來到香港 被蘋果這些媒體感染之後 還要進去做陳雲的弟子之後 就變得現在這麼精神失常了 是啊 所以黃毒真的很毒 其實除了她之外 還有另一個個案子 又是變了樣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岑武輝 對啦 就是那個人 嘩 又好像變了骷髏屈 完全走光 不像人形 所以其實看得出 仇中暴力派的人 自從被媒體灌輸了仇恨之後 其實他們的精神 和他們的行為 已經變得不像正常人 仇恨是對一個人的影響很大的 那好啦 今天犯暴派有五十幾個人被捕 這一群沒有思考能力的邪教徒 又怎樣想呢 他們有很多奇趣的思想 我們現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那群人有很多歪理 有一個貼文就說 還有十九個人參選初選顛覆國家 他說這十九個人是誰呢 就是建制派的議員 首先我覺得這裡有一點不同 就是他們民主派的記者會 是不停地迴避他三十五家 之後癱瘓政府的計劃 他們不停地強調 我們只是搞初選 初選沒有問題 初選當然沒有問題 所以建制派 靠初選也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就是常常 就是模糊焦點 然後就找一些歪理出來 問題在哪裏呢 問題就是你在初選搞完之後 你還有一連串要癱瘓政府的計劃 這裏才是問題所在 因為從來初選不是一個顛覆國家的問題 顛覆國家就是你們當時要簽一份東西 這份東西就是要大家同意攬炒政府的所有施政 這才是一個重點 不是初選 你們的初選是想攬炒 這已經解決了他的問題 但連登的留言就很搞笑 就說政府一向是雙重標準的 然後就說拉吧 快點拉建制派 所以你說這包單細胞的生物 是真的很蠢的 所以就叫他單細胞生物 真的沒有說錯 他們還出了一個帖 就說了這個鍾建華 這個民意調查所副行政總裁 他就聲稱 上年投票的60萬選民的資料已經刪除了 市民可以放心 就完全不會被人找到他們的資料 其實本身這一個說法 就已經是很奇怪的 第一 警方那邊 所以國安處的李桂華 今天也在記者會上說了 是不會追查那60萬投票的選民 對他們進行刑事偵襲 但是為什麼他仍然要說這句話呢 還有其實就算投票的選民 我相信他們也從來沒有擔心過 因為你會發現他們經常有那些口號 我們都是什麼什麼的 當我說我們都是什麼什麼的時候 其實就很安全 就不用怕 如果你怕就不會說 沒錯 他們不會說我們都是火魔法師 就是扔汽油彈 他不會周圍跟別人說 我們都有扔汽油彈 這些說話他們是不會說的 因為這些說話是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 有投票的人都說 其實他們沒有人擔心過 第一 沒有市民擔心過 我也不知道李鍾劍 為什麼突然之間要這樣說 第二 他會這樣說的原因 其實都顯而易見 想製造恐慌 對 還有想懶惰 就告訴你 你們不用擔心 我消毀了 其實首先都沒有人擔心 沒有人擔心過 而且警方已經說過 說不會追查的 你還特意說我消毀了 其實就是認識 第二 製造恐慌 他說不用怕 其實就是讓你們害怕 沒錯 其實他就是要你害怕 要你害怕中央政府 以及要你害怕香港政府 其實根本上 他是害怕你不害怕 對 除了警方之外 中聯辦發言人也有說過 警方拘捕戴耀廷這53名策劃組織者 是因為他們有實踐癱瘓特區政府的目標 而和投票的市民是兩回事 其實說得這麼清楚 但是那些年燈仔都聽不入耳 他們還說 2021年不要這麼天真 然後又說 這招在香港還行得通嗎 然後又說 你中聯辦是靠客嗎 其實這班人 你跟他們說什麼 他們都不入耳 他們的意識形態 就是覺得 中國是搞我的 是迫害我的 就算你怎樣開口說 不是搞你的 他們都不會聽 不過其實他們都是幻想的 真是害怕那些都吊了草 但是通常你見到吊了草 其實他們不是怕國安法 是通常都是畏罪潛逃的 還有他們想中仇 要不就是中仇 要不就是畏罪潛逃的 例如可能扔個汽油彈 或者燒個東西 那些 全部都是吊了草走路的 他們經常用流亡這些字眼 我覺得這些字眼根本是荒謬的 留什麼東西忙 就是葉繼歡走路 你會不會叫他流亡 不會的 你會叫著草 張子強走路 你會不會叫他流亡 不會的 都是叫著草 根本你們全部都是畏罪潛逃 你留什麼忙 就是你著草 還有這些留言 反映到 其實他們的中毒真的很深 我記得那時候 2014年普選的時候 中聯辦已經說過 這個普選方案 不是最終方案 但他們都聽不入耳 他們都說 不是的 這個方案接受了就永遠 今時今日中聯辦都說 你投票的市民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組織策劃 當然有問題 他們都說 不是的 我不相信你的 其實這班人 就算怎樣做 他都不會相信 所以其實根本就不用你去想 所以我經常都說 這班人 就算給多少民主自由 他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 覺得沒有 你就算給他 他都覺得是沒有 其實他們最終的目的 簡單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其實是要脫宗的 是的 他們所追求的自由 就是脫宗的自由 拼搏的自由 根本一直有民主自由 只不過他們以為自己沒有 所以他們就做些犯法事 想推翻這個政權 但當政權不讓他們推翻的時候 就說自己沒有自由 從來以來他要的 只是脫宗的自由 除了這些 有些留言很好笑 有個留言說 今天拘捕了這麼多人 吃哪家黃店報仇好呢 吃黃店就報仇了 原來已經 這麼簡單 是啊 因為在他們的立場裡面 是念力抗共的 那你吃黃店也能報仇 其實你有什麼仇恨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我懷疑 其實我懷疑這個報仇 是不是阿渣哥 那些出的 就告訴你 我們現在要報仇 就光顧我們 其實這些黃店的人 是靠仇恨來賺錢的 一向都是 所以你會看到蟑螂店是比較多的 因為你們越仇恨的話 就越益他 就像這個報仇 就這麼懷疑他們自己出的 也是 基本上都相似的 還有一個留言 很好笑的 他說 香港沒得夠了 楊岳橋已被人 超過他的身體 一說到楊岳橋 其實我們這邊的人 就未必聽過這句話 就最熟悉應該是 人生更精彩 但其實他還有另一句金句 對了 那句就是 超過我的身體 我們現在看片 香港還有得救 香港還有最後的防線 我們還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 你和我都會相信的 而這件事 獨立的司法系統 如果有任何人想搞他的話 over my dead body 這傢伙真是專門煽動人 其實這句話 就被人笑了很多次了 某程度上 我同意他投了幾句 就是香港有獨立的司法系統 這句是正常的 就算今天馬道立 他今天正式退休 他在退休的時候 他也曾經重新再說幾次 其實也不是第一次說 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在他在任期間 是沒有受過任何政治打壓的 即是香港的首席法官 他都說沒有受過任何政治打壓 你們這些傢伙說受政治打壓 你有沒有搞錯 人家真的切身感受的 都說沒有 人家下手下腳做事的 都沒有受到打壓 你那些人完全不插邊 都說有打壓 就是人家首席法官 都感受不到 然後你說不是 你真的有 你真的搞笑 但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他經常說人生更精彩 一直都感受不到這個精彩人生 但我相信他來後 終於可以感受到 他終於有少許機會 我希望他這個機會 可以帶來他 下半世都是精彩 恭喜你楊岳橋 你終於得到你的精彩人生 今天有好消息 五十多個泛部派的議員被捕 其實除了立法會之外 區議會都有很多衰的議員 所以其實不止立法會 區議會的議員都是一個隱憂 大家都知道 陳詠欣是之前深水埗禮國村的議員 現在現任的議員叫做李炯 他是一個仇宗暴力派的議員 大家都知道 這些議員 他們不是為市民著想 他們入區議會的目的只是反政府 還有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道德觀念是多麼差 而陳詠欣現在是服務麗國村 因為麗國村的長者比較多 所以陳詠欣是有派飯給長者 而一個名歌的人 是有幫忙和陳詠欣派飯的 但是這個李炯 就因為想拿功勞 又想派一份 但是麗國村的長者 就只有這麼多 如果你再派多些的話 其實只不過是浪費 而且他想做這個目的 只不過是做一個show 而不是真心為市民 所以明哥接受另一訪問的時候 就說明了 就是說他為什麼不幫李炯議員 會幫陳詠欣呢 就是因為知道這個李炯不是真心幫市民 但是結果呢 這個獨媒01 竟然扭曲了這個明哥說的話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條片先 你自己知道的 我說大波錢又是真心 那現在麗國村 以前那個收選那個 那我就和他跟我聊天就支援 現在麗國村 以前那個收選那個 以前那個收選那個 那我就和他跟我聊天就支援 每個星期八月的飯糧給他們 那邊那個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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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和我拿 又是星期日和他鬥 那飯是我們的飯 就不可以和那邊一起拿 不可以用我們的飯來做鬥爭 如果你一樣都有鬥爭 有受痕 就很難做得到好的 哇 這些就是黑記 我們經常說的黑記 這些真真正正的黑記 即是有時候我們本身說的黑記 都是選擇性去報道新聞 或者去客義淡化一些不理他的東西 以及深化一些有理他的東西 但這個實情是 改了字幕都可以 他真的當市民是傻的 他真的可以在別人說的那句話 改了字幕就出鼓 真的很離譜 不過在經歷了2019年 我也相信大部分的市民是傻的 所以這件事 我們有必須要作出澄清的 就是這個明哥說的那個 就是李炯這些人 罔顧市民 所以明哥為什麼不幫他 而幫真心為服務市民的陳冕恩去派發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獨媒的假面具 不要讓他們誤導 誰真正為社區服務的 是看得到的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好了 記得要做幾件事 就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鈴鐺 還有要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段影片有什麼看法 最重要是要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記得我的金句 人人做文宣 你我都有 下次再說 拜拜